6月7日,北京市卫健委发布最新疫情周报, 报告称2023年第22周, 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17种23,526例,死亡2例。 同时,报告重点提示,呼吸道传染病为主要报告病种, 占报告数的96.1%,真实数据和死亡情况不明。 然而,即便按照官方的说法, 新冠病毒也已连续6周排在北京法定传染病的榜首。 新冠病毒在中国持续升温之际, 近日,北京疾控中心发布公告, 称日前在北京发现两例猴豆病毒感染病例, 引起民众热议。 猴豆病毒在北京被发现了, 那么继重庆市香港台湾省发现确诊病例后, 北京市医疗机构报告两例猴豆病毒感染病例, 两名病例均是通过亲密接触感染, 这是咱们国内最新的猴豆感染病例了。 它的主要传播方式包括呼吸道、接触传播以及消化道, 主要的传染源,比如猴豆患者、染病的动物以及宿主动物。 易感人群可以通过长时间接触猴豆患者 大量含有病毒的飞沫感染, 以及与感染者有密切的肢体接触, 或者接触了感染者的医护被读等方式被感染。 猴豆是由猴豆病毒引起的人寿共患传染疾病, 今晚猴豆主要流行于中非与西非地区。 2022年5月,猴豆疫情突然出现并迅速蔓延到欧洲、美洲。 2022年7月,世界卫生组织一度宣布, 猴豆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。 去年9月16日,重庆疾控中心曾报告一例境外输入猴豆病例, 目前全球已有111个国家和地区, 上报了超过8.7万例猴豆病例,死亡病例达140例。 患者被感染之后,表现出发烧、全身酸痛、头痛, 进而出现淋巴结肿大和全身散在性的皮疹, 皮疹会逐渐发展成浓泡。 猴豆的病死率在非洲地区一般为1%到10%, 多见于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和儿童多见。 猴豆90以上感染的人是男男同性恋, 但是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警告, 这种病传播太像艾滋病了,每个人都要警惕。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王燕桥综合报道。